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於香港最東面的東平洲 是聯合國教科民組織 世界地質公園的一部份 充滿著各種長期被海蜥和風化的怪石 有過百種珊瑚群和海洋生物 是全香港擁有最多石珊瑚的地方 非常適合浮潛 對呀 在香港也可以浮潛 第二個推介就是適入濟鹽之地的西貢鹽田寺 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 到現在依然保存著充滿異國情教的聖約室小堂 提供大量的打卡位 亦設有文物展覽中心和保育中心 其實香港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 都是鄉村和郊野公園 是香港真正隱藏的貴寶 各位 心動不如行動 馬上訂機票了 我們香港見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電視新聞 我是光韻瑜 大視小視 身邊視 星島如你緊貼時視 今天是美西加州時間3月28日 先來關注今日的投資新聞 台灣前領導人馬英九 昨天下午抵達上海 展開為期12日的祭祖之旅 他是首位訪問大陸的台灣卸任領導人 是73歲的馬英九首次去到大陸 馬英九今天上午參觀中山寧之後 再參觀孫中山先生紀念館 之後接受訪問 馬英九表示 盼望兩岸共同努力 追求和平 避免戰爭 致力振興中華 是兩岸中國人的責任 當記者問到參訪中山寧的感受時 馬英九稱 登陸之後非常興奮 孫中山是他從世的偶像 孫中山對中國的貢獻無人能及 因此他非常開心 記者又問他 希望台灣青年能夠得到些什麼 馬英九回答 希望年青人深入了解孫中山的生平 還有兩岸的關係 認清兩岸一定要走向和平奮鬥 先可以振興中華 否則雙方都沒有前途 星電視熱點觀察節目 連日專訪美國本地專家學者喬領 分析馬英九訪錄 以及蔡英文過境美國 對中美和兩岸局勢的影響 敬請留意 另外 田立西州一所天主教小學 昨日發生槍經案 一名曾經就讀該學校的跨性別槍手大開殺戒 造成三名九歲的學童 以及三名職員上身 當中包括學校的校長 當地警務處長表示 相信行兇的動機 和跨性別身份有關 懷疑他對母校懷恨在心所以犯案 警方在槍手的住所發現多支槍械 翻查記錄 發現他從五間不同的槍店 合法購買七支槍 包括案中使用的兩支半自動部槍 和一把手槍 他的父母透露 他曾經接受過情緒治療 田立西州 在2021年通過一項放寬槍械管制法 州長比爾里簽署 允許年滿21歲 合法獲得手槍的絕大多數人士 在公眾場合攜帶手槍 無需申請許可證 雖然修改後的法律 不適用於步槍等大型的武器 提高對導視武器的最高刑期 但允許在公共場所攜帶武器 被批評槍管法過於寬鬆 總統拜登回應校園槍擊案時就表示 槍擊案是家庭最慘痛的惡夢 又指槍支暴力正在撕裂國家的靈魂 呼籲共和黨人採取行動 支持加強槍械的管制 而根據K-12校園槍擊案的數據庫 2023年全美一共發生89宗校園槍擊事件 昨天田立西州校園槍擊案造成六人死亡 再一次成為全美校園大型槍案的慘痛經歷 以下是美國歷史上最致命的校園槍擊事件 2007年4月16日 維珍利亞理工大學槍擊案 槍手殺死32人然後自殺 2012年12月14日 康涅迪格州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 一名男子先射殺自己的母親 之後在校園殺死20名學童 和6名成人之後自殺 去年5月24日 德州烏雅爾德羅布小學槍擊案 造成19名學生和2名教師的死亡 槍手被邊境巡邏員擊斃 2018年2月14日 佛羅里達州一所高中槍擊案 一名前學生用突擊步槍在校園宿舍 造成17名學生和教育工作者的死亡 槍手被捕 1966年8月1日 德州大學中樓槍擊案 25歲的退伍軍人在中樓頂 槍殺13人打傷30人 最後被警察擊斃 1999年4月20日 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的2名青少年開槍 打死12名學生和1名教師 之後自殺 有些人 回頭回來會有其他新聞 尋找動人全員 編織美麗同跨 星島青山小姐選美現在接受報名 優勝者可獲3000元獎學金 星島日報娛樂頭版加厲可能就是你 我們參加了星島青山小姐選舉 認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經驗 鍛鍊了儀態和談吐 參與了不同的社區活動 回饋社會 歡迎你們也來參加 星島TV 新電視APP是全美最大 資訊最快的華人媒體手機平台APP 新電視新聞 粵語和國語電台直播 還有其他受歡迎的節目 例如總編輯時間 時事觀察等 星島一站式服務平台都在裡面 新電視APP方便又快捷 快點下載知道更多資訊 回來新聞時間 美國的高通脹率導致美國40年來的新高 新冠疫情導致供應鏈的問題 加上俄烏戰爭擾亂天然系統食品的供應 紐約、加州和麻省等正在推動提案 在未來幾年將最低的時薪提高至最少20美元 但是在新冠疫情期間 受到打擊的企業就表示 加薪可能對小企業不利 自2009年以來 美國的聯邦最低工資一遲 一直保持在每小時7.25 但是各州和一些地方政府 可以自由設定更高的時薪 在過去10年 勞工團體不斷為每個星期工作40小時的全職勞工 爭取最低時薪為15美元 雖然越來越多的州份已經達到這個目標 但是面對新一波的通脹 這份薪酬依然令基層人士難以為繼 另外,美聯社深度追蹤採訪發現 猶他州已經成為中國推動對美滲透的入口 當地部分的官員和中方關係密切 導致州議會的立法受到影響 曾經擱置中國政府反對的法案 亦曾支持有助中國政府提升形象的議程 記者翻查記錄就發現 中國政府在猶他州扶植大批的政治盟友 不少州議員和中方代理人相當熟悉 在州議會立法的層面 北京經常得償所願 例如全國紛紛關閉中國資助的孔子學院時 猶他州將行動押後一年 猶他大學和南猶他大學去年才完成相關的工作 一名FBI前探員表示 猶他州的例子就證明 中國正在持續滲透美國 反映對方可以將猶他州作為踏腳石 或者在紐約等地達到目的 來到3月最後的一個星期 加州繼續受到冬季風暴的吹襲 今日灣區狂風暴雨 三藩市的South Fort辦公大樓東翼 有幾十層樓的玻璃場 因為風暴而嚴重破裂 已經是第二次出現類似的情況 迷陣街部分人行道被關閉 以便工人處理窗框 當局收到大量的塔樹報告 PG&E的網站顯示 有數千戶停電 官員警告民眾 切勿靠近樹木和電線桿 整個灣區延岸地區 亦有山泥傾瀉的風險 另一方面 墨西哥北部靠近美國的邊境城市華雷斯 有移民收容設施起火 造成至少39人死亡、多人受傷 火警在昨天深夜發生 大批消防員到場灌救 幾十格救護車到場戒備 工作人員將部分死者遺體移送到停車場 有救援人員透露 中心拘留大約70名移民 大部分是委內瑞拉人 目前不清楚起火的原因 但有當地傳媒報導 火警發生前中心內部發生騷亂 有些人會以固定的號碼方式去買彩票 就希望有朝一日幸運中獎 英國一名女學生Rachel Kennedy 兩年前和男朋友 使用固定相同的號碼方式 連續五個星期購買歐洲八萬彩票 他們的幸運數字就是 6、12、22、29、33 和特別號碼6、11 為了避免忘記 Rachel使用彩票手機APP 選擇向銀行申請每期自動購款 每期買相同的數字 有一天 Rachel發現中獎的通知 獎金高達1億8200英鎊 當她開心致電準備領獎時 客務職員的回覆令他們夢想 他們購買的確是中獎的彩票 但因為銀行帳戶內沒有足夠金額 另一宗彩票交易並未成功通過 以上就是今晚的所有新聞內容 多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有個預費的晚上 我們明晚再見 好